8月9日下午,参加七夕签手会的两岸新人来到厦门市河山中学,体验湖里区的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。 河山中学建立于1924年,今年即将迎来百年校庆。 在书法教室,几位学生正来头练习书法,孩子们用心写下百年好和花好乐园等祝福赠礼嘉宾,为两岸新人献上美好的祝愿。 在舞蹈教室,新人踏着拍子伴着悠扬的琴瑟声,牵手滑入舞池,融进华尔兹回旋的浪漫光影中。 此外,还有充满异语风情的非洲古体验。 激动人心的足球赛,香囊制作以及祈福,新人们欢笑着一起体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, 躺在青草地上拍照留念,在河山中学留下独属他们的美好回忆。 第一次参加,然后印象中比较深的风景非常的漂亮, 而且这边的话也感到很多的一些活力跟精彩。 对,希望下次也可以邀请其他朋友一起来参加。 就是设施啊,环境啊,还有就是小朋友,这位小朋友真的多才多艺。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,那我觉得小孩子在这个学校举办当中里面, 体现了这个得志体群,各方面的才艺, 还有很多小孩子的才能,能够逐渐跟这个兴趣一起发挥出来,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点。 因为我是大陆的,像小朋友回来这边也是就是两亏两家嘛, 然后也希望他跟这边多互动多走动, 然后这样子感情才会更好。 在七夕之前,这个两岸的新人啊, 到了河山中学来,见证了这个七夕的情缘, 也见证了两岸的情谊。 那我们那样孩子们写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七夕的这个书法, 也是希望这个两岸新人啊, 百年好活,花好月圆, 更希望两岸同胞呢,能够心连心的手牵手, 为祖国的发展,为人民的幸福,贡献力量。 爱业海峡,新鲜良安,加油!